当204个铜花瓣组成的2012奥运会主火区在伦敦碗内绚丽战榜的时候 世界各地的民众都为设计者的创意和巧思而惊叹 最近负责制造主火区的工作人员为人们揭晓了一些铜花瓣的秘密 伦敦奥运主火区的制造地点位于英国约克郡北部 由一家名为第一舞台的公司担任制造任务 它的设计者是曾在2010年上海市部会中设计蒲公英造型英国馆的图马斯·赫斯维克 火炬整体造型中最引人注目的204个花瓣全都是铜制的 而支撑着它们的筋部则由不锈钢构成 其他机械部位的制造则使用了铝材和钢材 为了整体的视觉效果 每一朵花瓣的造型各不相同 它们被固定在精确的角度上 为了在奥运看幕前保密烛火炬造型 工作人员们则用代码表示火炬的不同部分 比如美丽的花瓣和它们的筋部被称为背地 而弗兰克则用来代称功能性结构和机械起重装置 除了令人惊艳的视觉效果 伦敦奥运烛火炬制造材料的可循环利用 也是它的一大亮点 这是设计师对绿色奥运理念的最好事件 对绿色奥运渐烛火炬的人